男孩第一次来女朋友家里拜年却不带礼物 结果女友的家里人全部都带着一副黄色面具招待他 就连吃饭的时候也都只是做做样子 看着这诡异的一幕男孩根本不敢动筷子 然而更奇怪的是 女友貌似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 这时男孩壮起胆子问女友 为什么叔叔他们不摘下面具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望向男孩 然后就是一顿嘲笑 为了缓解尴尬 女友让男孩向家人介绍一下自己 男孩也没多想 开始一本正经地介绍了起来 为了 然而当男孩说完 周围一片安静 女孩的家人就当男孩不存在一样 男孩觉得浑身都不自在 但为了和女友的家里人拉近关系 他需要找一些话题 只见他先是尝了一口面前的食物 然后假装说这食物做得真好吃 听到这话 女友的妈妈瞬间笑得合不拢嘴 看来未来的丈母娘很喜欢听别人拍马屁 于是男孩将计就计 把桌子上的人挨个夸了个遍 看大家这时候挺开心的 于是男孩再次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听到这话 一家人又像看傻子一样盯着男孩 然而这还没完 男孩又继续说 玩笑开得好像有点过了 这时女友问男孩 难道你的里面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吗 男孩不懂女孩在说些什么 见男孩如此反应 女友干脆拿起一把水果刀朝着自己的脸上歌曲 男孩吓得站起身来准备阻止 但女友的爸爸和弟弟立马将他按在了原地 注意 前方高能 胆子小的朋友评论狗头加保护 随着女友将自己的脸皮一点点撕下 里面竟然也是一张黄色的脸 男孩被吓坏了 然而可怕的还在后面 只见女友拿着刀靠近男孩 他表示想要把男孩的脸也给切下来 随着一声声惨叫过后 女友却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他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男孩里面长得真的跟他们不一样